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曾经失落2000年的古圣经书籍 一个神秘的存在 它不仅被认为可以擦去你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切 更揭示了人类历史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 我们一直以为现代圣经是唯一存在的 但事实却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这本失落的圣经为何如此奇异 为何它在我们的历史中被遗忘 它是否掩盖了有关创世的惊人真相 敬请观赏 因为即将揭示的内容将彻底改变您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以诺书 这本神秘而古老的文献 一直以来都被排除在许多人熟知的正统圣经之外 它结合了一系列关于天堂 天使以及宇宙中隐藏的秘密的故事 这些故事既奇异又恐怖 在我们揭开这些秘密之前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讲述了什么 以诺书以其命名者以诺命名 他是圣经中提到的一位先知 与上帝有着特殊的关系 据说以诺与上帝同行 最终被带到了天堂 而不像其他人类一样经历死亡 这本书包含多个部分 每一部分都有其独特且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教义 以诺书及其古老 可以追溯到大约2500年前 早于耶稣诞生 学者们认为 这些文献的不同部分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编写的 最早的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 尽管年代久远 以诺书在历史上却占据着重要位置 在古代 他对某些犹太社群至关重要 尽管未被正式收录于主流犹太或基督教圣经中 但他对其他宗教文本和思想的影响深远 一些早期基督教领袖被称为教会的父亲们 曾阅读和讨论过这本书 在埃塞俄比亚 他甚至成为了正统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 因此在该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 以诺书关于天使、天堂以及世界末日的奇异而深刻的故事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引发读者的兴趣 据传 以诺书的作者以诺 在圣经中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他是挪亚的曾祖父 建造方舟的人 圣经记载以诺与上帝同行 并最终被带走 意味着他未经历人类寻常的死亡 而是被直接带到了天堂 在以诺书中 他详述了自己进入天堂的神奇旅程 见证了诸如天使、天上的地方和神圣的秘密等令人惊叹的景象 这趟旅程赋予了他关于宇宙和上帝计划的特殊知识 以诺在宗教历史上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他所述的故事令人震撼不已 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以诺书还包含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部分 称为守望者书 这部分讲述了关于天使与人类互动的不安和令人震惊的故事 故事开始描述了一群名为守望者的天使 他们原本是负责监视地球及其居民的 然而,这些天使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离开了天堂 降临到了地球 这违背了他们的天职 引发了一系列惊人的后果 守望者书 详细描述了一群名为守望者的天使违反神的规定后 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这些事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守望者究竟是谁? 这本书将他们描述为一群特殊的天使 他们决定离开天堂 而选择在地球上生活 他们的领袖叫做萨米亚 他和其他两百位天使看到了地球上美丽的女人 深深爱上了他们 尽管这种行为被明确禁止 他们仍然决定与这些女人结合 因为他们希望在面对神的责难时 不至于孤单一人 这些天使共同决定娶了人类的女子 并与她们生育了后代 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神的秩序 因为天使不应该以这种方式与人类混合 这成为对神圣秩序的严重破坏 由天使和人类女性结合所生的孩子 被称为巨人尼妃立足 这些巨人与普通人类截然不同 他们身材高大 力量强大 他们的存在给地球带来了极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巨人不仅仅是体型庞大 还表现出极端的暴力和残暴行为 他们的存在扰乱了人类的日常生活 给世界带来了许多苦难和破坏 这些巨人的存在 直接证明了守望者天使的违规行为 上帝对守望者的行为感到愤怒和不满 守望者教导人类许多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事物 包括魔法 武器以及其他禁忌知识的秘密 这加剧了人类的堕落 鉴于他们的重大罪过 上帝决定惩罚这些守望者 以诺贝选为传达上帝训诫的使者 向守望者传达了上帝的惩罚 他警告守望者 由于他们的违逆 他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天使最终被捆绑 并囚禁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等待最后的审判 他们的领袖萨米亚及其同伴们 因为他们的罪行 而面临上帝的愤怒和审判 巨人尼菲立足 天使与人类的混血后代 也因为他们的存在面临了后果 上帝决定不能容忍巨人 继续留在地球上 于是 一场被称为挪亚大洪水的灾难性洪水 被派遣来清除地球上这些巨人 及其引发的腐败 这场洪水不仅消灭了巨人 还摧毁了许多其他生物 基本上重置了世界的平衡 除了守望者书非常可怕之外 还有其他原因解释 为什么现代圣经中找不到以诺书 这本书揭示了关于创世的秘密 除了你熟知的典型创世故事外 以诺书还揭示了更多 关于上帝创造天地的内涵 根据这本书 宇宙不仅仅是由一个上帝 在几天内创造的 相反 许多神圣的存在 参与了宇宙的创造 这些存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协助创造和管理宇宙的各个部分 有些是天使 还有一些更为强大的存在 控制着星星 太阳 月亮 风和天气等自然现象 确保宇宙 按照既定的秩序运行 以诺书还描述了 以诺所经历的幻象和预见 以诺被描述为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因此上帝向他展示了 许多未来的事物 他看到了巨大的洪水 火灾以及其他各种灾难 这些都是对人类行为的警示 和对恶行的惩罚 以诺书揭示了 关于人类命运的许多预言和启示 特别重要的是 他强调了最后的审判的概念 集中有一天 每个人都将面对上帝的审判 那些行善的人将会受到奖赏 而那些作恶的人将会受到惩罚 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 人类将来的命运 以诺书中另一个重要的启示 是关于新天新地的预言 在经历了灾难和最后的审判之后 世界将被重置 变得全新 这将是一个美好和幸福的地方 只有那些行善的人才能居住 以诺书告诉我们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 上帝将对每个人进行最终的审判 这审判不仅仅是针对以诺时代的人们 而是针对所有未来生活的人类 这场审判将在世界末日来临时进行 在这审判中 上帝将审视每个人一生中所做的事情 那些遵循上帝规则 并对他人友善的人将会得到奖赏 他们将进入一个充满幸福的境地 而那些不遵守上帝法律 并伤害他人的恶人将会受到惩罚 这种惩罚将会非常可怕 并且是永久性的 基本上 以诺书教导我们 我们的行为有后果 如果我们选择行善 我们将会迎来美好的命运 如果我们犯错则将面对邪恶的命运 以诺书展示了未来的希望 尽管会有困难时期和灾难 但最终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新的开始将是一个 只有美好事物发生的地方 他还教导我们 我们并不孤单 有一个更高的力量 上帝 他在看护着我们 并且将使一切回归正轨 这样的信念可以帮助我们感到安全 并努力过上一个善良的生活 圣经中关于万物起源的故事 也探讨了人类如何做出自己选择的主题 亚当和夏娃被创造成像上帝一样的人 拥有选择听从或违背命令的自由 然而 蛇的出现代表了某种诱惑或错误的象征 引发了对错误行为及其后果的思考 这个故事对理解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它涉及遵循规则 对自己行为负责 并面对违背上帝旨意所带来的后果 亚当和夏娃被迫离开伊甸园 这一时刻标志着人类生活中出现痛苦 劳动和死亡的开始 这个故事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化 道德和人们对对错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帮助解释人类存在的意义 善恶的本质 以及上帝与世界如何相互联系 这不仅仅是一个来自过去的故事 它就像一个基本的故事 塑造了不同宗教的信仰 他们的行为方式 以及他们认为正确的行为方式 即使其他群体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这个故事的核心观点仍然不变 它讲述了上帝的力量 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以及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 如何融入我们日常生活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信仰 还深刻影响着全球人们对生活方式 和人类本质的看法 科学对于解释万物起源的方式 与以诺书或现代圣经中的描述 有显著不同 科学提出了进化论 他大致描述了地球上生命如何通过时间 演变成如此多样化的过程 进化论依据观察到和证明的事实 如化石记录 动物行为研究 以及基因运作的理解 根据进化论 生命从简单的细胞起源 经过漫长时间的自然选择 逐步发展和变化 这一理论由查尔斯·达尔文 在19世纪首次提出 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是 所有生物在某种程度上有联系 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而今天的差异是数百万年演变的结果 当我们观察DNA 胚胎发育及不同动物的结构时 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进化的驱动力是自然选择 有助于生存和繁殖的特征 更有可能传递给后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特征在动物群体中逐渐普及 使它们与祖先不同 科学家通过研究DNA和遗传物质 支持进化论的概念 通过比较不同动物的基因 它们可以揭示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识别它们的进化历史 这有助于展示生命如何随着时间演变和分化 但要明确的是 相信进化论并不排斥 对宇宙起源的其他思考方式 虽然科学专注于进化论并认为其合理 但也承认它无法解释一切 如宇宙的最初起源 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科学尚未完全解答 因此 科学家们专注于研究和基于实证证据的内容 不涉足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大问题 现在 让我们重新回到以诺书的讨论 要理解这本书的神秘性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其内容 及以诺撰写背后的原因 准备好 因为他撰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 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 以诺书是一部古老的犹太文献集合 他以《创世纪》中以诺的名字命名 以诺在圣经中被描述为挪亚的曾祖父 据称他在被带走之前与上帝同行 避免了死亡 学者们认为 这些文本由多位作者在几个世纪内编写 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以诺书深入解释了《创世纪》中 对以诺的简短题集 将它描绘为一个 接收有关宇宙秘密的先知性人物 包括《创世之理》 《天使》以及《人类未来的命运》 这部书集由多个部分组成 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守望者书》 《天文书》 《梦境启示录》和以诺书信 《守望者书》 讲述了守望者或格力高力天使 降临地球的故事 这些天使与人类女性结合 导致了混血后代 巨人尼菲利姆的出现 《天文书》 以诺书第72至82章 讨论了天体运动的天启 是古代犹太宇宙学的早期典范 涉及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 季节变化以及太阳力 《梦境启示录》 记录了以诺关于未来的幻象 包括最后的审判 艺人和恶人的命运等重要主题 以诺书信则是以诺 向家人和朋友们传达的特别信息 分享了如何过好生活的建议 并警告他们罪恶的危险 以诺强调了 智慧和遵守上帝规则的重要性 希望他所爱的人们 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避免错误的行径 以诺书的意义在于 向人们传达上帝的信息 分享生活中的重要教训 回答关于善恶 天使以及死后命运的问题 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 不同的思考世界的方式 并帮助他们理解上帝的计划 尽管以诺书对犹太社区至关重要 但多个世纪以来 他逐渐失落并被遗忘 其消失部分原因在于 未被列入犹太人或基督徒的 官方书籍清单中 导致他未能被广泛阅读或研究 其重要性逐渐淡忘 以诺书的重新发现非常引人注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学者们对这本失落的书籍充满了好奇 尽管他们只是通过传闻听说过它的存在 但始终未能找到实物 直到19世纪 苏格兰旅行者詹姆斯·布鲁斯在1773年 从埃塞俄比亚带回了三本 以诺书的手抄副本 这些副本包含了部分内容 然而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世纪 当时在死海附近的洞穴中 发现了更为完整的以诺书副本 这些古老手抄本于1940年代被发现 其中几乎包含了 《西伯来圣经》的所有书籍 以及其他犹太文本 以诺书的副本中 特别是包括完整的守望者书 或以诺书第一至36章 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和公众兴趣 这些发现彻底改变了 我们对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文学的理解 揭示了几个世纪以来失落的文本 以诺书的翻译和讨论随之变得更加广泛 使现代读者有机会深入探索 这部古老作品中所包含的内容和思想 以诺书的创作背景和目的确实让人深思 学者们普遍认为 这本书不是由单一作者写成的 而是由多位作者在几个世纪内编写完成的 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而后续的内容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创作的 以诺书被视为一部启示文学 通常包含有观神的意象 末日事件和宇宙秘密的启示 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宗教文本中著名故事的内涵 据说 以诺的写作可能是为了在人们面对困境时提供安慰 通过神秘的幻象解释犹太社区面临的重大挑战 以诺被上帝接走的描述 增添了故事的神秘色彩 与其他圣经中死去的人物不同 他没有经历常规的死亡过程 而是被提升到上帝的特别居所 对于以诺如何被接走 以及他在这段特殊时期所见的确切细节 我们知之甚少 这增加了人们对他离开的好奇心 在古代犹太文学中 尤其是在以诺书和其他非主流圣经文本中 有关以诺在地球上生活的更多内容 被描述为一个能够看到常人看不见之物 并从上帝那里得到信息的人物 总体而言 以诺书不仅仅是一部宗教文本 更是一部反映古代犹太社区思想和信仰的重要作品 为我们提供了一窥当时 人们对神秘和宇宙的深思熟虑的视角 以诺书中关于天使守望者的奇异故事 确实引人入胜 特别是他们与死海古卷的联系 在守望者书中 以诺描述了由萨米亚扎领导的一群天使 如何从天堂降临到地球的故事 这些天使最初完全忠于上帝 但后来对人类女性产生了浓厚兴趣 决定离开天堂与人类一同生活 导致了严重的叛乱 萨米亚扎和其他两百名天使参与其中 更奇特的是 这些离开天堂的天使与人类女性发生性行为 并生下了巨人般的超人类生物 被称为尼菲利姆 尼菲利姆的存在在当时引发了诸多问题 而以诺成为了上帝和这些叛逆天使之间的中介 他从上帝那里得知了 这些守望者将面临的后果 以诺书以及其他关于以诺的文献 帮助我们理解了当时某些犹太团体的思想 特别是关于世界末日和天使行为的狂热幻象与故事 然而 死海古卷的发现使得这一切更加复杂 这些古老文本在1940年代 在死海附近的洞穴中被发现 其中包括以诺书的部分内容 尽管这些部分并非完整 而且不同的副本之间也存在差异 这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文献非常重要 值得复制和保存 但他们也可能根据自己的信仰调整了部分内容 因此 死海古卷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失落的文本 还揭示了复杂的文本传播和解释过程 这些文本对古代犹太社区的思想和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虑到以诺书中所包含的引人深思的故事和预言 我们或许会思考它是否应当被纳入现代圣经 特别是随着它最近的发现 然而 科学家和圣经学者 尚未就是否将以诺书包括在现代圣经中达成共识 尽管如此 一些现代教会确实在其教义和文献中 使用了以诺书的部分内容 例如 由大叔的第14至15节直接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而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一节也涉及了其中的主题 第36章被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会视为圣经经文 此外 牛津基督教教堂词典指出 在死海古卷中发现的库姆兰碎片中 以诺书的其他部分都有很好的代表性 尽管缺失了37至71节的弥赛亚章节 无论其真实性如何 以诺书中的预言仍然引发人们的期待 我们期待主和他的天使们的归来 期待对不前程者和义人的最终审判 期待邪恶的终结和公义的确立 我们也期待义人的幸存 他们能够见证一个千年的时代 看到地球从一切压迫中得到净化 从腐败和苦难中得到解救 至于是否应该将以诺书现代化 或者在教会中推广 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它应当作为圣经的一部分 因为它提供了对先知的独特视角和未来事件的预言 然而 另一些人则认为应保持现有的圣经版本 不添加新的经文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因时而异 取决于不同的教义和教派对经典文本的解释和接受程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我们的更新 与你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趣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相见